老嘉宾小鱼22岁 来自河北销售 女嘉宾小娃 27岁来自河北销售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觉得自己的青春被浪费了 对 浪费了有多久 我们俩在一起 大概一年多吧 就是一开始吧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后期我就觉得 事事也我也不顺心了 就是很多事嘛 他一开始都是像 把公主一样的把我宠着 感到后来呢 就我说啥不是啥 我说得懂他在往昔 就这样的 我都觉得他太幼稚了 有些事让我办到 都难以接受 觉得自己一年多的时间 或者叫光阴被浪费了 是吧 对 两位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吧 我俩是在一个鞋子楼里边上班 但是我在一个公司 就是每天我下班的时候 都能遇见他 就是时间久了 我就感觉他挺好的 也成熟挺大方的 我挺喜欢 不是你这每天遇见 怎么就觉得好了呢 就是感觉吧 这怎么感觉的呢 挺成熟的 我感觉年龄比我大 应该会照顾我 不不不 你在电梯里就觉得 年龄比你大 有一次嘛 就是挺喜欢他 我就想要一个微信 然后加了他的微信 就问他多大年龄 那时候才知道 就一开始看着特别成熟 知道他比你大五岁 对 心里在意吗 不在意 不在意 对 所以年龄不是问题 但是我在意这个事啊 因为你看我今年27岁了 是吧 他刚22岁 那我父母这边 可能对我有压力啊 是吧 那我就觉得 三十岁之内 我要结婚要生孩子 但是你说他比我小这么多 然后他当时追我的时候 我就也挺犹豫的 也挺多的顾虑 然后我俩就这么微信联系了 有半年左右吧 然后我就觉得 哎这小伙子挺帅的 然后对我特别照顾 特别细心体贴那种 同事也劝你那好吧 这么着我俩太好了呢 所以对你来说 这场恋爱是奔着结婚去的 是吧 对 我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跟他谈恋爱 但是我就跟他相处这一年多吧 我就发现他不是我想那样 特别幼稚 男性特别大 好 你能举个例子 跟我们说说怎么幼稚吗 就是我们三个女生一起合作 有个女生她就走了 不在这干了 然后她说 那我跟你一起去住吧 那我说总管 那小伙子挺贴心的 他说想要照顾我 我说总 然后咱们一起合作 然后一下班之后了 到家 我觉得一起做的家伙 我说都正常吧 他就跟甩手掌柜似的大少爷 啥也不会 然后我说 我说那不会也没关系 我要跟你往长远的走 我说教你 炒个菜吧 炒十色都能炒糊了 刷个马桶都刷不利子 刷马桶的活归 就是他这个人特挑 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马桶吧 我感觉用杰瑟琳刷一遍 差不多就可以了 他让我用点沐浴路 你说这个马桶 就是一个方便的地方 他让给他等香一点 你感觉条件太过分 他每天都得刷 天天要刷马桶 天天都要刷 每天下班都要刷马桶 那我觉得一个女生爱干净 这都正常 还三个人一起合租是吧 那马桶谁都做 那他还跟我 因为这事跟我抄抄 马桶本来就是做家伙的事 我感觉就是应该女人干的 凭不让我干 你不愿意干 我也不愿意干 我爸也都在家里干这些活 那我爸跟我妈 也相处一磨了这么多年 也没我俩这么多事 就是你家里面 也是父亲刷马桶 对呀 老师我感觉这个人跟人不一样 他爸愿意干 但我不愿意干 这咱们不说了 马桶这事咱就让他过去吧 就有点意见吗 你不是也说了吗 他不是也刷了吗 但是吧 我就有一个心结 是啥呢 就是我特别喜欢宠物 你知道吗 我特别想养一个 有一天我俩逛街 就看那个宠物店 一个小太极 刚过院 特别可爱 我说大家养一个吧 其实我是这样的 有点私心 因为我是打算结婚以后来 要有孩子的 然后我觉得看外国电影是吧 都是小狗 陪着小孩子一起长大呀 有助于孩子的心里成长 我觉得挺好的 还有是啥呢 我觉得先养一个狗 在先练练手 等一会儿结婚养孩子呢 对孩子照顾 也会私质一点嘛 对 你的意思是 拿狗当孩子养 对 他不养狗这个事 我还不生气 生气啥呢 他说他结婚以后 不想要孩子 这个事就让我觉得 特别不能接受 就难以理解 不是你们结婚了吗 没有呢 讨论这位上嫂 那你看是这样的主持人 我今年27岁了对吧 我对我人生有规划呀 30只岁要这个结婚 要这个生孩子的 那他刚22岁 他大好青春 搞两年我俩分手了 我30的 他刚20几啊 对 这种风险成本 你早就应该考虑到啊 就是我都觉得吧 这些我都可以 就是说可以承受点 就是当时跟他在一起嘛 也都想到这些事 但是他不要孩子 这个事我都不能接受了 其实我不是不喜欢狗 我就是不喜欢养孩子 太费心我跟你说 好 就是我爸我妈把这个金钱 还有这个精力花在我身上 我感觉他们挺费心的 就是我不想过那样的日子 嗯 是以后一辈子都不要孩子了 还是说 对 就是以后结了婚 我也不想要 我都觉得吧 你看我是要跟他这个 以结婚为目的的 要搞对象是吧 他这种属于 特别自私我觉得 不不不不你是以结婚为目的 对 你不是说以生孩子为目的的 搞对象 但以后也得生他 这不违背 你要娶他吗 要 你看 婚是跟你结 孩子他不生啊 那两个人刚过有啥意思啊 一点乐趣都没有 我感觉挺好的 两个人一天我又无虑了 结婚吗 行行行 你找一个愿意跟你生孩子的 你找一个不跟你生孩子的 就好了吗 是不是 这事很简单 今天就我想